这个是一个就是公内胎儿发育受限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医生呢是开了这个药 每天打一针 就是这个 那区甘肃钙注射液 这实际上是一个抗血栓的药 防止血栓的药 那么当事人家庭就来问中间人 这是不是应该打 是不是应该使用这个药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女31岁 厂科普通门诊 4月8号 临床诊断是贫血 那么素B0看到吧 素B0 对吧 打针 那么 然后是 这个这个是关键 所以这个呢是 所以我强调就是 门诊臂力本 是了解事情原委的这个关键 你看 4月8号 然后是血压 对吧 体重 对吧 是个腰围吧 还是怎么样 34层 88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 胎星是一百五十 这个应该是 胎儿的这个尺寸 34层 88 对吧 然后预产 就是现在是 就是说是运期已经 三周 加五 加五天 预产期 EDL 预产期 是512号 那么 4月8号了 对吧 这个是 铁蛋白是9.8 那是低于标准的 血红蛋白 一百三十二 也是可以的 NST反应性 也是正常的 尿 常规 也是阴性 都是正常的 然后处理意见 处理意见 一 定期随访 定期产检 二 是下次 B超 B超 下次B超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然后NST 还是胎星 第三 是补充铁记 这都没错 第四 就是B超 显示 就是 胎儿实际的 生长状况 是低于 就是晚于 33周 设计是32周 也就是讲 他这个体重 1946克 就是说 比标准的呢 如果是33周 加5天 应该是 分量更加高一些 也就是 推算下来 是迟缓来 相当于 迟缓来 10天 这是一个10吧 是一个天 对吧 然后告知 胎儿发育受限 FGW 这是一个标准词 回复 产科的这个标准词汇 血内缺 这是什么字 这是什么字 这是氧吗 这是缺氧 血内缺氧 你测过 你测过氧气吗 是吧 潜在畸形 不处外 建议 住院观察 加 加什么 看不见 然后是 当事人是拒绝 你看拒绝 然后这里是 当事人签字 这是4 然后是5 下周 胎心 加 羊水 穿刺 加SB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这是素B0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纳区甘肃 刚才那个东西 对吧 纳区甘肃盖 就这玩意儿 就是这个 就这玩意儿 每天打一针 对吧 这是 下边是产前检查 对吧 这个 最后一次 也竟是8月15号 产 预产期是5月22号 对吧 然后这边是 血红蛋白是可以 血小板也是可以 铁蛋 铁蛋白 这个是可以的 后面它又改成96 那是偏低的 对吧 鸡蛋 这里是什么 空腹血糖 糖是塞茶 对吧 然后是 聚细胞病毒Ig 这是阳性 风疹病毒Igm 是阳性 应该是 大体还可以 对吧 然后这是核心的 关键 那么就是 这个是 4月8号 也就是这个 刚才那个门诊 记录的当天 医生也是 依据这个为基础 来写那个门诊 病例记录的 对吧 他是写的 1946 相当于32周 那么实际 他是33周 也就是 差了十来天 差十来天 但是呢 超声提示 基本上这个 都是这一块 都是正常 好 那么 回到就是 中间人传来的 咨询的要求 我就跟咨询人讲了 我说你这个 告诉对方 我们之间 说话 就是我跟中间人 之间的说话 与中间人 传过去的话 是要有所区别 就是你 你去告诉 那个 孕妇 你去告诉 那个孕妇 既然医生 开了嘛 就开了 就是 就打也 无所谓了 打一打 钱也不多 对吧 也没什么副作用 就打打了 对吧 那么 但是呢 如果下次再来 这样搞这个东西 就是搞得大的话呢 可以问一下医生 就是说 是不是测一下 这个 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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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方面的 宁血方面的 这个化验项目 化验一下 然后再考虑 是不是 继续使用 这类药 对吧 然后再考虑 继续使用 现在既然 这一次嘛 钱也花了 开了 开也开了嘛 也打一打 也就无所谓 对吧 好 这个是你传给这个孕妇的 孕妇家庭的这个话 那么我们关起来来 我们 我和中间人之间的说话呢 就是 是会有所区别的 因为 因为中间人不知道 医疗第三方是怎么回事 对吧 你有说话 有时候说话要 还是要考虑这种背景 就是 就是 像这种呢 就是实际上 你说差十天 发育持缓 发育这个 受限 过去叫做 持缓 现在呢 叫做是 FGW FG FGR Restriction 这个是受限 对吧 这国际上 这是确实是一个标准的 国际的产科名词 FGR 对吧 那么 下这种 差十天了 什么东西 对吧 很难讲 到底是真的是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下 到在两 当这个 有发育持缓和没有发育 受限的胎儿 到他 他真的生出来之后 到达两年 到两 他们两岁的时候 分明之后两岁的时候 基本上 实际上 指标大多数情况下 都没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真的是发育持缓呢 这类问题呢 往往真的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是放在事前 比如说 产妇的生活方式 戒酒 戒烟 防止糖尿被倾向等等 是这种方式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胎儿发育持缓 其实 也是没有多少办法 他这里医院 这里医生写的这个建议住院 住院怎么样呢 你即便是确实医生认为是发育持缓 发育这个最多西洋 那医生已经写了呀 补充铁记呢 对吧 纠正 实际上他也不存在贫血 就是 对吧 但是你铁蛋白 铁蛋白这个 标准 低于标准 要防止这种倾向 补充铁记一些 也已经 这个措施也已经在着手了 你真住院又怎么样呢 对吧 而且他大多数情况 其他一些指标都是正常的 对吧 这个也是正常的 对吧 所以 对吧 你最多他也保 也就是继续保持随访 继续保持观察 真的是到 就是说 他现在是33周 对吧 33周呢 接近 8个月 8个月还没到 接近3个月 应该是正好是8个月 你如果是到 9个月的时候 还发育持缓 如果有必要的话 比如说有些指标是比较明显 有潜在风险的话呢 就是提早 提早分娩了 对吧 也只有这个办法 其他也没什么办法 对于这个 现在33周的这个产妇来讲 现在就搞提前分娩 对吧 这个件事情 就搞大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不能多说什么 因为其他一些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包括他这个羊水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是 说不定最后 最后测出来 都过羊水穿刺 是蓝色体啊 什么有什么问题 那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蓝色体是有问题 也没什么办法 对吧 所以 所以总的来讲呢 就是 当然你也不要说 这个药不要去打 对吧 这个 你也不要去跟他讲 这个药也不要去打 因为 因为这个胎儿的事情 都是家里面的心头肉 以后万一 胎儿生出来 有什么 有什么那么 家长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他虽然嘴巴里不会怨我们 但是他心里面 可能要怨一下 这个我们受不了的 因为这个人家一辈子的事情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谈点看法 但是要有所节制 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对吧 所以 也只能说是 你跟他讲 就是既然用了 既然开了就用掉 对吧 但是下次 是需要医生提出一些解释 提出一些依据 对吧 如果医生 下一次再要开的话 但实际上 但我们关系们来讲 就是说 这个抗血栓 同胎儿 这个胎儿生产受限 有什么关系 简直是 对吧 你有没有证明 这个患者 这个产妇 有 血栓倾向 你有没有 你真的 你可以搞一下 这个 凝血化验 对不对 这简直是 哎 这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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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道一 这个 这简直是 不错 这简直是 你 这简直是 你 勾马 要 我 这简直是 我 那 这个 你 什么